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如果你做好了這個新制圖之後 假設你要跟別人分享 那像我這邊這麼大一個 請問你印成A4人家看得到嗎 你不要傷害人家眼睛啊 對不對 A4這樣長得這麼大長得 新制圖它沒有尺寸的限制 就那張很大很大 那你今天如果要拿出去 我們有幾種方法 一個就是直接匯出 直接匯出 那你可以發現 如果你要變成我們講的一般office的功能 它都是pro的嘛 你就不能用 所以我們要匯出主要是變成圖片 變成圖檔 所以你往下走 那圖檔的部分呢 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點陣圖 一個是向量圖 SPG是我們的向量圖 所以其實你放大縮小不試震 所以你可以放大很大 放大很大 那如果你是變成圖片 也可以我就用這邊 這樣子 你看我們變成標準的 像PNG JPEG JPEG 那原則上用PNG 效果會比較好 效果比較好 那這是第一種 就是如果你想變成這個 那請問你如果變成SBG的話 這一種 好我把它輸出一下 請問要用什麼軟體來打開它 SBG 你覺得呢 因為它是標準的網頁格式嘛 所以當然是用瀏覽器 我們不要說可動 因為可動這樣會對其他瀏覽器不公平嘛 火狐Suffering 阿姨都可以用 所以你回頭看一下這裡 為什麼要特別提一下這個 因為在這邊啊 你看我們剛剛匯出之後 有沒有變成一個這個 對不對 這是用瀏覽器 所以你可以用它打開 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看了 是不是就看到了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還蠻大張的 你可以按右鍵 在瀏覽器上 我記得應該可以按右鍵 阿姨 阿姨不能按右鍵 因為正常來講 你可以按右鍵之後 直接另存圖片 好如果真的不行 網路上也有轉檔 因為向量的 你必須要用像 以來垂頭扣之後才可以編輯 等於說這個是它的限制 但是看的部分就沒有關係 就是等於是共同的 所以這是第一種 你可以使用什麼 SVG 你就可以得到 比較大的尺寸 那你要印大張的 就沒問題 第二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虛擬印表機 早期我們PDF 要產生PDF 不像這樣那麼方便 直接另存 對不對 它必須要用地印的 所以有些電腦裝 那個什麼 AQOBET 它就產一個AQOBET PDF的印表機 那現在這邊也是類似的 所以您從這邊 直接列印的時候 如果你有安裝 虛擬印表機 或者你的電腦 或者你的電腦 已經升級到WIN10了 WIN10之後啊 你的那個印表機裡面 預設就有個虛擬印表機 是PDF 所以你不用另外安裝 不用另外安裝 WIN10以後才有 那如果沒有的 你在網路上找一下 那個PDF印表機 那你這樣下一頁的時候 你在這裡選擇 我們這裡就有有沒有 有個PDF 好我就可以在這邊 直接告訴他 我的要用哪一種紙張 紙張這裡 進階 你要印多大張 用多大張嗎 有沒有 這樣子 如果你交給別人列印的時候 它的解析度 就比較不會跑掉 就比較不會說 因為我印A4的 結果交給你 我印成A3的 或B4的 哇 結果上面字符符的 好 就是說我們現在 雖然用免費版本 但是你要輸出比較大張 還是可以透過這個兩個方式 就可以到 因為其實說真的 大部分我們新制圖的內容 都是文字居多嘛 所以其實文字居多的話 你用這種 就是向量的 其實相對來說是方便 這個是我們在這邊跟大家 稍微提一下 那剛剛有提到 這個 如果你內容比較多了 內容比較多了 其實你可以按右鍵 針對哪一個內容比較多 按右鍵 直接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新的頁面就好 就會在下面的增加一個 好 這個補充一下 當然你也可以完全建立一個新的 比如說在這邊 我就從這邊插入裡面 也沒有一個完全建立一個新的 這樣就又一個重心主題 也就是說 如果你跟前面是不相干的 也沒有關係 這樣還是可以用 還是可以用 還是可以用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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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